1955年的一个夜间,一位老人看着空旷的房子陷入了沉思,两酒之后慢慢地喊道,影心,影心,我想喝水过了一会,从门口走进一位年龄颇大但风韵犹存的女人,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盛满水的杯子,将杯子放在了床头,随后便走了出去,不管床上的老人怎么呼喊,女人就是不再搭理她,这位悲惨的老人就是毛人凤,曾经一时风头正盛的军统领军人物。 但任谁也没有想到她的晚年竟会如此凄惨,早年无事,碌碌无为。早年的毛人凤,还是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年轻人,他就读于知名大学,还是黄浦四期的学生,就凭着这两点,他认为将会拥有一个大好前程,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,让其在黄浦军校的就读生涯被迫结束,以至于在参军立功的道路上愈行愈远。 毛人凤本以为自己就会这样,拥拥碌碌地过完一生,就与本地的一位女子订了婚。 就在结婚这一天,他的老同学戴笠邀请她加入复兴社,毛人凤一听非常高兴,急急忙忙地就坐上了火车,出发前去投奔戴笠。 在见到戴笠后,毛人凤本以为会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,但没想到的是,戴笠仅仅是让她担任机要秘书。 这让毛人凤有些泄气,但为了以后能够出人头地,她忍耐了下来。 为了和大家打好关系,毛人凤在见面的时候,面对比自己职位高的人都是谄媚地笑。 面对与自己同级,或者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时候,也是面带着微笑亲切地上前打着招呼,好像与对方关系非常亲密的样子。 就是在这样长期的隐忍下,大家都认为毛人凤,就是这样一个懦弱且无能的人,就连她的老同学戴笠也说她是不堪大用。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隐忍下,毛人凤遇到了向影心,也终于等到了她的机会。 向影心,一位山西乡下著名医师的女儿,其父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医馆。 所以从小家境优渥,吃穿不愁,向影心喜爱看皮影戏,而且十分喜欢武则天这个人物,并立志要成为,像武则天那样手握庞大权力的伟大人物。 向影心在成年后,由于外貌出众,且家境优渥,追求者众多,但她一个也看不上眼,认为这些人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,反而是一些累赘。 于是向影心开始在军方中寻找助力,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,她与西北军杨虎城手下的一个团长胡一发,在一个闺蜜家结识了。 向影心一眼就看中了,这位手握兵权的团长胡一发,再加上胡一发也是好色之徒,于是二人私定终身。 但向影心父母得知后坚决不同意,因为自己的女儿竟然不嫌弃给人做小,非要一门心思地给人做三姨态。 胡一发在得知消息后也不免有些为难,这时她接到了向影心的一封信件,信上说,让她上书请求将自己调任武汉,这样就可以在经过山西途中接上自己,以便私奔。 胡一发想到向影心美丽的脸庞,不由得非常心动,于是就按照向影心的吩咐去做了,也如愿以偿地在途中接上了向影心。 她在接上了向影心之后,可谓是对其百依百顺,还听从向影心的蛊惑,撕扣了士兵的一千大洋军响。 随着向影心的家书一起寄了回去,在调任至武汉后,向影心就凭着自己武汉市驻房部长三姨态的身份,逐渐开始接触上层人物。 在一次警监署长蔡孟坚举办的一个牌局中,向影心结识了时任国民军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利。 戴利因向影心特殊的身份对其非常亲切,这让向影心不免有些动心,毕竟戴利的身形健硕。 相貌堂堂且十分幽默风趣,比胡一发不知好了多少倍。 于是向影心开始接近戴利,对于向影心的投怀送报,戴利自然不会拒绝。 为了能够发挥向影心的作用,他让向影心和胡一发手底下的军官结识,并通过这些军官和杨虎城手底下的军官结识。 在戴利的一系列操纵下,他成功地策反了杨虎城手底下的宪兵营长、军需处长和兵工厂厂长,完全掌握了杨虎城军队的一举一动。 因此戴利也是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,就在嘉奖过后,戴利也是动起了招揽向影心的心思。 就这样,向影心脱离了胡一发三姨态的身份,成为了戴利手底下的一名特工兼情人,在他当特工期间,曾多次利用自己的美貌来施展美人计。 这也让他在军统的地位水涨船高,同时因为其十分擅长与他人拉近关系,这也让他的关系网搭建得非常牢靠。 但向影心最出名的还是当属刺杀阴汝庚。 抗战初期,戴利曾派出四位女特工,先后执行美人计,刺杀季东大汉奸阴汝庚,但都被其识破,四位女特工也在遭受了严刑拷打之后,断送了性命。 但向影心对自己十分自信,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。 他也正如自己计划的一样,成功地成为了阴汝庚的测试。 但就在刺杀当晚,他下的毒药竟然被阴汝庚识破,也因此被关进了大牢遭受拷问。 由于其在军统中的关系牢靠,且和戴利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,最后经过多方营救。 他也是只在牢狱中度过了两个月,就被营救了出来,还被众人赞扬了一番。 也接受了国民党高层的接见和赞赏,正是因为这件事,也是让向影心结识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。 在这件事过后,向影心在军统的地位水涨船高,就连戴利也不由得高看他几分。 但他仍不满足,仍然想成为戴利的夫人,成为自己梦想成为的局长夫人。 当时的戴利与自己的发妻毛秀丛分居多年,但他仍然不想和曾经的娇妓花向影心成亲。 戴利认为他的夫人应该是有着丰富的见识,和在自己的仕途上可以起到帮助作用的人。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,毕业于中央大学英语系的于书衡,并送其去继续读书深造。 向影心在看到这种情况后,只好将目标转向其他的人。 这时老实木认的毛仁凤进入了他的视线。 他认为这样老实木认的人不会背叛自己,也便于自己掌控,殊不知正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,导致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成为了毛仁凤的嫁衣。 中年得势,全力滔天。 在向影心开始对毛仁凤展露心意的时候,有两个人是最高兴的。 一个是毛仁凤,他虽然不喜向影心的出身,但却无法拒绝其对自己仕途上大有帮助的诱惑。 另一个就是戴利。 他始终对向影心有些愧疚,在看到其对别人展露爱意的时候,不免松了一口气。 当时正值抗战艰苦的时候,戴利曾再三嘱咐过,严禁军统内部互相结婚或者恋爱,以免致使任务失败。 但他对毛仁凤和向影心的事情却是大开绿灯,甚至为此处死了一位反对此事的特务科长王清泉,只因王清泉给自己写信,指责毛仁凤和向影心违反了家规。 在处死了王清泉之后,果然没有人再反对这件事,二人在1938年结婚,就这样毛仁凤如愿得到了一个贤内助,向影心如愿得到了一个所谓的傀儡。 就在这种情况下,向影心运用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人脉,帮助毛仁凤逐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,逐步成为了军统组织里排名前三的人物, 并在二人结婚之后八年的时间里,为毛仁凤带下八位子女,并将蒋介石的侄子竹培峰介绍给了杨森的三女儿杨玉文,也最终让二位年轻人洗劫连理。 最后向影心也是将功劳让给了毛仁凤,这也让蒋介石和杨森等人对毛仁凤亲眼相待。 毛仁凤也借此和杨森谈成了一个娃娃亲,虽然杨森有43个子女,但这也对毛仁凤的政治生涯有着极大的帮助。 在1946年,毛仁凤终于等到了一个出头的机会,戴笠的飞机发生事故,其本人大概率无法生还。 这让毛仁凤和军统的二号人物郑介民开始暗暗地较劲。 在确定戴笠死亡后,二人便开始了激烈的竞争,但毛仁凤的实力明显不如郑介民。 毕竟郑介民作为军统的元老级人物,所拥有的人脉和势力不是他毛仁凤能比得了的,就算加上向影新的人脉和势力也是无法比拟的。 于是在向影新的建议下,毛仁凤决定以退为进,避其锋芒,同时在暗中积极搜寻郑介民的贪污罪证,但发现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之后,便不免有些气馁。 这时向影新指出,既然无法从他身上找出破绽,那我们可以从他身边的人身上下手。 于是毛仁凤将调查毛头,转向了郑介民的妻子柯淑芬,调查之后发现,这个柯淑芬果然十分贪财,不仅收受贿赂,还一毛不拔。 甚至连郑介民打电上下的钱都不愿付出。 于是毛仁凤就开始大量地收集相关证据,并聚集了大量的人员传播此事。 经过事情的不断发酵,这件事终于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,郑介民也正如预料的一样,遭到了罢免。 1947年,毛仁凤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,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军统的最高领导人物,向影新也像自己期望的一样成为了局长夫人。 但这时毛仁凤那隐忍多时的恶念却不再隐藏了。 就在毛仁凤上台之后,他本来的面目就开始显露了出来,他开始变得暴躁无比,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开始肆意地处决手下。 其凶残程度教戴笠有过之而无不及,但其对外部官员的态度和戴笠却是大相径庭。 戴笠对外部官员是毫不留情,但毛仁凤却是十分和睦,但这反而使军统的地位一再地受到打击。 而且毛仁凤对待下属也不如戴笠那般友好,戴笠虽然对属下也是暴躁蛮横,但该有的好处是一样都不曾可扣,甚至为了特务的后续安排问题,特别请示了蒋介石。 想成立一个警察部门来安排退休特务,但毛仁凤却是直接将这批人清退,甚至又清退了一大批重要人员。 仅仅是为了吃空想,这其中不乏许多人才,这也让这些人才加入到了毛仁凤的敌对部门。 1947年下,如愿当上了局长夫人的相影心,刚开始准备好好享受自己的局长夫人生活,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给打乱了计划。 他被毛仁凤以治病为由,送到了一家全封闭式的精神病院中,精神病院院长在得到毛仁凤的授意之后,也是不敢随便地让相影心接触任何人。 相影心在这时也是看透了毛仁凤的狼子野心,一面埋怨自己,一面开始记恨毛仁凤。 过了一段时间,在父母的帮助下,相影心终于是离开了,这所让自己心寒的精神病院,并在出院后就立马找到宋美玲诉苦。 宋美玲得知后也是十分气愤,就告知了蒋介石,蒋介石立马叫来毛仁凤进行训斥。 毛仁凤立马将过错推卸给那个院长,并将那个院长的认罪书医病呈了上来。 蒋介石在看后十分厌恶地看着毛仁凤,但也不好再说什么,就让他将相影心接回去。 就这样,毛仁凤和相影心的政治联姻,最终也沦落到想看两声宴的下场。 晚年失势,结局凄惨,1948年,国民党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,毛仁凤也准备逃往台湾,但仍想继续立功。 就开始对下属洗脑,让他们继续留在大陆,以便国民党反攻的时候可以为自己提供帮助。 但毛仁凤的所作所为,已经是人尽皆知,所有人都不再相信这个两面三刀的笑面虎。 在众多下属中,沈罪是最被毛仁凤寄予厚望的,毛仁凤甚至派出了两名得力干将前去安抚沈罪。 但沈罪却不接受毛仁凤的好意,还将毛仁凤带来,让其亲手杀掉的两名共产党藏了起来。 并将毛仁凤的这两名得力干将也一并逮捕了,以便换取我党的宽大处理。 毛仁凤在得知此事后不免有些恼怒,但也不得不搁置在一旁,毕竟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 于是便马不停蹄地登上了赶往台湾的飞机。 在到达台湾之后,蒋介石面对自己的失败有些恼怒,人总是习惯于在他人身上寻找错误,因为他们不愿意否定自己。 就这样,在蒋介石的脑海里,毛仁凤成为了最大的责任承担者,况且毛仁凤在任职期间确实业绩惨淡,因为他的才能确实是非常平凡的。 而且非常的独断专行,也不听取别人的建议,于是蒋介石打算建立第二个特务组织,取代毛仁凤。 1949年9月,总统资料室正式成立,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担任负责。 但毛仁凤显然没有认清现状,还幻想着搬倒蒋经国,再次回到自己一家独大的日子里。 于是他便开始积极搜寻蒋经国的罪证,以便来扳倒蒋经国,终于在1952年。 他决定用毛邦初事件来一举击溃蒋经国,毛邦初在驻美国为国民党购买军备仪式上下棋手,为自己截留了500多万的美元。 这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金钱。 果然,因为此事,蒋介石将蒋经国训斥了一顿,并请求美国帮助自己逮捕并遣回毛邦初。 蒋经国在经过这件事之后,也意识到了,毛仁凤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,决定将其铲除,于是他便前去请教军统元老郑介民。 果然,郑介民在得知他的来意后,十分高兴地拿出了自己预谋已久的方案,蒋经国在看后也十分赞同,决定实施这套方案。 首先,二人为了打破毛仁凤特务人才的垄断地位,在蒋介石的首肯下开办了特务人员培训学校,并将毛仁凤手下的一众亲信或拉拢或诬陷,让其陷入孤立无援的情况。 最后还拉拢了他手下的关键人物叶祥之,在叶祥之的帮助下,蒋经国掌握了毛仁凤的罪证。 在承递给蒋介石后,蒋介石立马叫来了毛仁凤进行问责,最后不顾毛仁凤的解释,将其所有职位剥夺,只给其留下一个陆军中将的空头职位。 至此毛仁凤彻底失势,1955年,毛仁凤前往美国治病,回来之后无一人前来探访,毛仁凤不免有些伤心。 昔日的妻子向影新,也只是冷眼旁观着毛仁凤的窘态。 1956年,毛仁凤的亲家杨森举办了一场登山比赛,毛仁凤认为自己和这个亲家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。 于是就拖着病体前去参加,但没想到昔日的笑脸相迎并没有出现, 反之连自己的位子,这个亲家都没有准备。 毛仁凤一口气没上来,当场晕倒在会场。 在病情愈发严重的情况下,毛仁凤也不敢去台湾的几家享有盛名的医院, 他非常害怕蒋经国在治疗途中陷害自己。 经过多方打听,毛仁凤探寻到一位非常神奇的江湖游医, 毛仁凤立马前去求医,在得到一副所谓的救命神药后,便迫不及待地喝了下去, 结果当晚便命运家中。 至此,军统一代人物就此消失在历史中。 可笑的是,在毛仁凤死后,他的妻子向影新, 就立马和蒋介石的侍卫长过上了同居的生活。 结语,多行不义之事必会走自闭之徒, 毛仁凤在掌权期间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。 最后得到这么个结果也算是因果循环, 由此可见,一个人还是应该堂堂正正做人, 本本愤愤做事。 不要因一时的得意就随意地违反规则, 那样最后等来的一定是严厉的惩罚。